第十一屆亞洲青棒锦标赛 中华隊靠著優異表現 一路從預賽殺進冠軍決賽 對手不是別人 就是在預賽當中 讓中华隊吞下唯一敗仗的日本隊 很高興自己的選手都很拚 終於再次碰到日本隊 我們會全力求勝 把冠軍留在台灣 很興奮 因為也是第一次打人 就是那麼大的比賽 然後打到冠軍賽 今天有給我們一些任務 叫我們放開去打 有了 享受最後一場比賽 這個偏高的球打到了左半邊 被國外的手藝這樣大聲 把這位球給接住 把第一個球 雷手接到 Double Play 張文賢 這個反應賽太快了 把這個球接住之後 張華隊已經是離開了狀況 還以為是一個穿越了安打 結果是一個Double Play 結束這個半局 目前兩隊的比數還是0比0 兩隊實力相當接近 前五局呈現緊張的投手戰 雖然雙方都有得分機會 但卻無法有效突破 戰況膠著來到六局下半 日本隊才靠著那大帝 適時安打打下了全場 唯一一分 哇 這個球不妙啦 左半邊形成名安打 也是雙方0比0的獎局 這時候突破 被那大帝這一棒 送回的臨終永輝 日本隊雖然手握一分領先 但對中華隊始終不敢大意 王牌左頭絕瑞輝 更是在第六局 就提前上陣 最後中華小將一分隱恨 無緣冠軍金杯留在台灣 今年邁入第三屆的早產兒 公益高爾夫球賽 中職球星們趁著休賓日 聚集北海高爾夫球場 一起共襄勝舉 發揮愛心 像中華職棒這些球星 都自發心的 非常有愛心 尤其是今天是禮拜一 昨天打了四個半小時 還能夠今天那麼早 就來到這裡 今天林志勝那些 好的球星其實感謝你們 能夠為早產兒做一個付出 在打球的治癒 然後到晚上宴會的時候 各位都可以發揮你的愛心 我們捐贈很多東西 希望你的愛心來幫助 這些早產兒竟然會有小朋友 除了工藝拍賣之外 小白球的戰爭 也是當天的重頭戲 放下球棒拿起球桿 人人都想爭第一 今天這個開球 我覺得第一棟開得不是很好 應該後面就會越來越好 我上次來是前面開得很好 後面越來越早 所以我不擔心 跟球球打不要落差太大 讓他們一直等我 然後一直撿球 不好意思 所以偷偷地復習一下 是 不是復習 好像是一個叫什麼 閃...閃...閃... 這是他的概念 體壇其力 轉動生命 早產兒公益賽 在眾家球星力挺之下 圓滿落幕 未來希望這項有意義的活動 還能夠繼續舉辦 讓更多人可以參與公益 做愛心 9月4號 NAMIGO主場正面迎戰中信兄弟 兩軍分別由太霸 和鄭凱文掛帥先發 賽前未有二連勝優勢的暴力員 攻勢依舊犀利 但黃山軍的猛向打線也沒在怕 雙方一路敖戰到第7局 沙城7比7平手 第8局楊大哥上場打擊 戰局才有了改變 這一方左半邊方向上去了 這是一發拳雷打 8局的下半 楊耀勳是從陳鴻文手中 敲出一發拳雷打 靠著這支逆轉轟 LAMIGO帥氣拿下三連勝 休兵兩天之後 週三遇上犀牛軍 可就沒那麼好過了 正規9局打完 兩隊戰成8比8平手 纏鬥到延長的第10局下半 又有人跳出來當英雄 勞中了 林哲宣 哇 哇 真的當英雄了 今天個人第四 值得去安打 是一支拳雷打 在10局的下半 林哲宣 一棒跟對手說再見 釣俠宣中職生涯首發 再見通 就搶給衛冥軍 LAMIGO桃源 不僅幫助一大以9比8勝出 更在球隊轉賣之後 開出了勝利大壇 今年6月中拋出轉獸震撼彈的 一大犀牛 經歷三個月左右時間 終於在7號下午 和富邦金控簽署備忘錄 同時舉辦記者會 對外宣布這項消息 今天我很高興能夠代表富邦金控 在這邊宣布我們跟楊董事長 在吳會長的見證下 我們已經簽訂了MOU 要由富邦來接手 這個義大犀牛 球隊轉賣塵埃落定 義大球願意放下心中的大石筒 新東加富邦娛樂總經理蔡成如表示 自己從小就是龍迷 因此現任總教練葉君章 未來也將繼續留任 總教練的方面 我們現在是沒有考慮要換 就葉總來留任 我相信他也是 有很有想法的一個教練 那我是會找適當的時間 再找他深聊 畢竟議題發出來的時候 還是大家會很擔心會不會沒有工作這樣 高層的決定 我們沒有辦法去做決定 但是我在這邊也是要替所有選手 或是替所有教練團 就是幫那個 EAN集團說一聲謝謝你 轉賣成功的義大犀牛 九月份表現相當出色 前六場出賽取得五勝一敗戰績 下半季排名也要局第二 大有一局攻頂氣勢 彈起來的時候 這時候高火灰 路上的一隻安打 在這個失誤之後 一打在四局的下半 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反攻的機會 現在是沒有人出局 攻陷到二三 然後這時候打一個快速球 有機手接到 但是形成一個內野安打的 現在是三分的領先 一球打成一個拳 一波三右肩安打 敲出安打的是高火灰 自三軍戰績回穩 主要是陣中主力商兵都陸續回歸 9月8號高火灰在睽違三周之後歸隊 就攪出了兩隻安打跑回兩分 證明傷勢無餘 而季中新人選秀李宗賢 同樣也攪出了三安謀打賞表現 這一老一哨的發揮 讓打線更加完整 轉賣成功之後奪下二連勝 義大打出欠祝行情 希望趁著這股氣勢能夠一路衝到寂寞 為老東家畫下一個完美結局 這個球接近手套 Nice catch 精采喔 劉福豪 這個球 有點被風勢帶回來 增加了這個劉福豪要追的一個距離 好厲害喔 周思琦這一棒打到了中右外野方向 這個球 結果是右外野手楊耀勳 又有一個非常漂亮的滑接 把這個球接住了 這一棒打在了中間方向中外野手 Nice play 中外野手王國榮呢 是把這個球接殺出局 這個球是確定接殺出局 一出局了 球組直接順利的進入到了手套裡面 中線不要再做比較多這樣動作 常見的一堆方向滾地球 包括是接到最後踩到臉高 去 完全是上兩 biology 出球 這個球打得相當強勁 這個球其實 Ox 起承再往一壘船 最後一個彈跳其實不大規則 可以看到裡面好像這個 瞬間的反應很快 這其實也是打得滿強勁的 主棒打成了一個 在中右外野之間的飛球 看一下落點 這個球順利接到 再往一壘船 一個精采的美季接殺 劉福豪曲線的速度非常快 最後還是把這個飛球給掌握到 這接殺很關鍵 這一個球點 三連手 不錯 林志平 從線內殺到線外出來 來把這個球飛撲皆殺出局 哇 沈家居這個觸擊 又是徹底的失敗了 只要你穿上球衣的那一天 不管球場上有一萬個球迷 或者是一個球迷 你就是要為他 為他負責 我會負責 有一個球迷 偶像 有一個球迷